哈哈哈哈 肉粽吃了你敢不怕啊? 喔!有什麼好怕的啦? 讓我們繼續看下去吧! 大家好,歡迎收看台股特拍員 我是安琪 這週台股跌破17,200點 外資轉為賣超 連假過後會不會崩盤呢? 大家要認真看影片 才不會錯過每次賺錢的機會喔! 大家看完影片,記得在下面留言 你看好哪個老師 今天就讓我們來歡迎 多方、股市、萬事達、萬象和老師 哈囉!大家好 空方、股市同學會 胡真宏老師 大家好 那我們就趕快來請老師 選下週的多空股票吧! 請問萬老師你選擇哪三檔股票呢? 我要選 首例、蓄品和巨洋 那胡老師呢? 我要選那個 齊邦、聯發科跟聯陽 首例上週一度打到漲停板 是不是有轉銀題材的加持 可以讓他漲到下禮拜呢? 哦!首例為什麼最近上漲 就是因為他近期一開始啊 積極的擺脫著低毛利哦 那他跨足著電競的高階產品 開始 還開始這個往上做一些 銷量的出貨的提升哦 另外他還跨足什麼? 還跨足一些什麼藍光眼鏡 一些健康衣物 積極拓展自己的這個自由品牌 所以我相信他整體業績開始轉好 股價也會開始整體的提升哦 齊邦上上週開始 外資轉賣為賣 股價跌到所有投資人都想哭了 這是外資故意在壓價 還是準備出場的呢? 齊邦啊 在這個除息之前啊 外資就已經開始在賣了哦 那這個除息的當天 繼續在賣 所以我覺得他這一波的這個漲勢啊 應該在除息之前就已經結束了哦 所以未來啊 這個填息的機會將會非常的少 那甚至於啊 外資的獲利賣壓還會持續不斷 所以要非常小心哦 再來想要請問萬老師 在Computex之後 AI運算需求增加 會不會帶動電腦周邊的續品 有一波漲幅呢? 我們續品這個飾飾啊 它其實營收啊 較上一季來說 還有去年同期啊 都有明顯的成長哦 那虧損的幅度已經開始啊 越來越小哦 所以基本上你可以看到現在K線圖啊 很多人開始說嘛 已經哇已經連續的上漲了 所以未來啊 在這個過完連續 假期之後還能夠持續上漲 哦 胡老師有話要說 因為我覺得一家虧損的公司 它之前虧損 所以今年它只要小賺那麼一點哦 它的這個整個去年同期的YOY 就會成長很多 這有點數據的 所謂的模糊焦點 所以我覺得這檔股票在漲多之後 你反而要小心哦 哦 那我們下周就來看看誰輸誰贏吧 那想要請問一下胡老師 聯發科20日除息 大家都關注是否可以順利的填息 但是美系外資卻調降聯發科平等至中立 這會不會造成聯發科的下周股價持續下跌呢 其實聯發科在這個地方哦 應該是講說它在除息之前哦 外資跟法人他們就已經拉了這一大波了哦 那為什麼在這個地方它反而會出現一個氣息的賣壓哦 那當然是最主要是它的這個本身配息蠻高的76塊錢 所以在這種非常大的一個除息的這種缺口之下 我覺得啊這個外資在這個地方啊 它會不斷的獲利了結賣壓會出現 那未來會不會填息 我覺得機會會比較小一點哦 所以投資朋友 你手上有聯發科要非常的小心哦 哦 大家要小心哦 那最後我來問一下萬老師 巨洋估計Q3的出貨量會較Q2提升 Q4則營收年增才有望轉成長 老師這麼早就要佈局了嗎 為什麼現在應該要佈局哦 其實就像胡老師講說 營收好像不一定很穩定哦 但是實際上哦 會去買這張股票的人是誰 都是一些這個投信大戶啊 一些法人對不對 他們為什麼要去買呢 現在很多人都在買這張股票哦 那為什麼要買呢就是看好未來嘛 所以現在應該要怎麼樣 跟著這些人一起去做買新 而且現在股價開始啊 不斷的往上做上工 真的是非常的好 最後再問一下胡老師 聯羊配息之後股價震盪走跌 感覺天息也是有一點困難 老師你怎麼看呢 其實聯羊常常跟著聯發科的屁股後面跑 其實這一波的聯羊的上漲 也主要是因為聯發科在漲 所以這次的聯發科 如果沒有辦法出現一個 所謂的填息行情的話 相對的聯羊除息之後 也會跟著聯發科一起走 所以在當股票的下修的幅度 你可能要注意哦 我不同意啊 哇你們兩個要吵架了嗎 為什麼我不同意呢 因為現在雖然說除息剛出啊 但是他是怎麼樣 他是漲上去之後才除息 而且現在其實沒有人太多的人在賣出哦 所以未來會不會馬上做填權息 我認為我有機會 而且還會持續的往上做上漲 蛤就這樣嗎 你們兩個吵架好平淡哦 今天我們來個精神喊話吧 來胡老師你先 我的最棒 萬老師 叫我第一名 好好好有有 有比我想像中的有精神 接下來我們就來進入大家最期待的 狙擊名單環節吧 登登登登登 尤其我們胡老師先分享我們的狙擊名單吧 好這檔股票你千萬要小心哦 因為之前這個法人套了一缸子 結果呢他這一波就做一個法人的逃命波 那這個逃命的行情也結束了哦 而且呢他又是以中長黑來跌破一個上升的趨勢線 重點在後面哦 散戶還在拉回找買點 代表現在籌碼是非常的淋亂 所以這檔股票你絕對要非常非常的留意哦 謝謝胡老師的分析 咻換萬老師 接下來跟大家講這檔狙擊名單 他是AI商機火熱之下 告訴你有什麼 有人工晶片演算晶片需要用到對不對 另外他還有什麼 全球首創的指紋辨識的AI晶片哦 這些都是非常特殊的 再來還有什麼 雲端現在快速的成長 雲端的資料中心也需要用到它 所以大家可以持續的來關注哦 謝謝萬老師的分析 想知道老師的聚集名單是誰嗎 趕快把老師的Telegram跟Light App加起來哦 排骨特派員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每30分鐘就有一檔最新影音上架 你還在等什麼 下個富豪就是你